爆發衝突 我給你啦 我給我打開 我給我打開 藍外套男子火氣很大 指著對方拚命罵 兩個人就在烤鴨店門口吵起來 你一句我一句誰也不讓誰 最後其中一人直接打電話報警 你們誰報案的 我剛剛停在那邊拿東西啦 他轉進去不好轉啦 我在車上講他以為我在給他 有的沒有的啦 講難聽話啦 下來他也比較衝動啦 我的個性也不好啦 我就直接回他話了啦 當然兩個人沒有動手動腳 什麼都沒有啦 就是口頭上大家不開心這樣啦 只是員警到場 兩個人突然變得好聲好氣 說一切都是誤會 他剛剛要自取的客人是停在 比較靠近要進來的那個出口 他跟那個要停進來的那個 糾紛的 他們也沒有撞到 29號中午高雄鳥松的一間烤鴨店 原來當時一人要自取 把車臨停轉角處 進去拿烤鴨便當 結果擋住要進停車場的 男子搖下車窗提醒 卻被誤會在罵人 兩人因此爆發衝突 最後報警處理 因停車問題發生言語糾紛 雙方各自一詞 警方到場後 雙方互相道歉 和平離去 其他客人直擊吵架過程 還以為是吃烤鴨鬧翻 沒想到竟是為了停車問題 在店家門口互相咆哮傷了和氣 幸好最終化解誤會 道歉了事 資訊貴重家衡高雄倡報道